今次和大家去青衣自然徑逛逛 我们在青衣港铁站搭248M巴士去长宏巴士总站 走了差不多10分钟,我们就去到青衣自然徑北面入口 今次主要是走去图下面的指标,1号观景亭 开始上楼梯了 走了没多久,来远就看到屯门公路和丁九桥 看看今天有没有塞车 这条自然径有很多分叉路 位置就跟着指示牌走就可以了 这里两条路都可以走,我就喜欢走斜路多些 前面那么多人在看什么呢? 原来是在看青马大桥 有人用枪指着你们? 个个都举手,这么搞笑的 这个位置看起来其实都没算好美 我猜走上去的应该会好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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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猜急得很深,快点走上去才行 这里是全程最多楼梯的地方 这些观景亭视野就一样了 我猜走上去的 一定要走前点,看真点 哇,这里像不像龙珠里面 戒王条龙道啊? 这里可以看到丽景一带 而这边也算是无极海景吧? 哇,走下走下,终于来到一号观景亭 再走前点看下 哇,这里美得有阶段了吧? 但是这边有山遮住 就没刚才看得那么广阔 好,好,现在准备下山等看直晶 咦,小孩,有抽抽玩,那么疏干? 在这里看着鹹蛋网 趁着的青马大桥 应该是最好feel了吧? 哇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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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飞机啊 希望今年可以回答 可以一次過玩爆台灣和日本 今次就分享到這裏 下次見